结合Google的Picasa相簿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这里 譬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想来介绍Gallery 我想放很多我的相簿 也许是你公司产品的相簿 或是学校呢 很多活动相簿 那我们来点选这个 这个地方首先呢 我们先收起来 在edited text的地方点一下 把Gallery改成什么 照片写真 活动相簿 好改完字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点preview一下 那旁边点一下 直接点这里咯 点这里 就进到下面修改的地方 原来的相簿呢 是一张一张上传的 那这个是photo gallery对不对 那我们想换成我们自己的 好这个 那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结合Picasa的相簿 我们先把这旧的相簿删除 这原来这是办公室的照片对不对 点选XX进行删除 Yes, delete掉 那接下来呢 请你回到Picasa 那这个网址呢 再打一遍 PICASA 这里打这个 PICASAWEB 点google.com 要登录你的google账户哦 那这相簿自己要上传 那譬如说我现在上传以后 点在这个地方 那点这个地方 就可以返回Picasa的网址相簿 一定要回复 回复 Picasa相簿才有RSS的功能 点选一下哦 这个是google家 好点这里 那我希望将这个动物的照片 放在我的APP的web 点选这里 点选这一本 有十张照片 那接下来就点RSS了 那这张照 这本相簿我在上传的时候宣告 要公开在网站上面哦 否则是没有办法读取 好点RSS 点起来以后呢 你就看到上面这些一堆英文字 Ctrl-C复制 回到我们Ibuild的来 对不对 那点选 Add Elben 增加一本相簿 点选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点选第四个 媒体RSS的link 把网址打进来 好按Save Save起来以后呢 那就会把照片 集合在我们这个Gallery里面了 那名称要给他哦 预设目前的名称叫什么呢 叫Elben 对不对 我们点一下吧 点这个 可以改成什么 那再来点 这是可以打中文的 好 第一本打完对不对 回到Picasa这里来 回上一页 再回上一页 我的相簿 有没有 那我们再看第二本相簿哦 那第二本相簿这里呢 有五张 相片五张 好 我增加这个 那这个呢 那一样再来点选RSS 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点在这里 Ctrl-C复制 复制这个网子 再回到iBuild的App里面 再来Add Elben 增加第二本相簿 点起来 那点选这个Media RSS Link 点一下 Save起来 那这项目名称 当然你也得给他 好 点这个笔来做修改 那这本相簿呢 好 我们就叫做 风景集好了 点选打勾 所以就两本相簿 第一本叫动物集 那第二本呢 待会就变风景集 我们再加第三本 好 再回上一页 在上面标准切换 再回到我的相片这里 我们要加第三本相簿 第三本相簿呢 你看哦 我想加这个是什么 马尔蒂夫有172张照片 点一下 点完以后呢 再看一次 点选RSS连结的功能 好 点选在网址里面 点一下Ctrl-C复制 再回到IBuild这里来 再增加第三本 点选Media RSS Link 在Enter URL的网址里面 点一下Ctrl-V贴上 再点选Save 那待会呢 那待会呢 我们就是把标题名称 再改成Media RSS连结 那么就结束了 所以呢 我们的APP 可以连结我们的Picasa相簿 当我Picasa相簿内容更新的时候 它会自己更新哦 对不对 点笔的地方 好 输入相簿名称 好 再点选绿色的打勾 表示完成了 那这个呢 我们再回上一层 这个还没改到Gallery 这叫活动相簿 打完这一格 记得在旁边点一下 别的地方点一下 那么它就会进行运算 把新的结果送过来 那如果没有呢 没有关系 你点上一层 在进来的时候 这里Gallery这里 点一下 那么它一定会换掉 这需要一点点时间 透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将相簿 跟我们的那个APP结合 那就有很大很大的弹性 我们看上面吧 好 在loading中 好 回到上面来 就变活动相簿 有没有 那当然这个名称 不是在这里 是在 edit text这里 gallery这里 这里还没改掉 对不对 那我们就点一下吧 70% preview 它还来不及变更 当你改完字的时候呢 这个把字形缩小 那么它待会就会更新 我们就不等它了 其他的就请同学自己练习看看 这个把它收起来 这活动项目改完 对不对 那字明显特别小 我的建议就是再把它改成90% 好 continue 就继续 让它继续 待会呢 它就变90%了 这个 那再点进来看一下吧 90% 它还在运转中 那我们这时候就不等它 这带请同学试试看 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呢 可以将相簿 Picassa的相簿 连结在我们的APP里面 这是一个很棒的做法 这带请同学试看